哈囉 大家好 我是Nubi 如果上次你有看了我的錄音的這個介紹呢 覺得錄到電腦裡面很麻煩 然後之後又要再合成畫面覺得很困難的朋友 接下來呢 我就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好東西 它就是 高米瑟 千萬不要想看這個小東西 它非常的厲害 它可以完全不用透過電腦 把你的薩克斯風的聲音 以及你的效果 你的背景音樂 最重要的就是畫面 同步錄在你的手機裡面 而且非常的簡單 不用下載任何的APP 接下來呢 就來幫大家介紹這個好用的小東西 高米瑟囉 這一台呢 就是剛剛Ruby所介紹的高米瑟 那高米瑟呢 本身非常的小一台 它也不需要任何的電源 那它如何供電呢 它本身裡面會附一條線給你 這一條線可以拿來接你的手機 不管你是iPhone系統的還是Android系統的 它都是有線可以給你接的 但是如果你回家接了之後 發現錄音或者是錄影有問題 請跟您購買的店家聯絡 因為你的手機可能需要下載一些APP 好 接下來就幫大家介紹一下囉 這一條剛剛提到的線呢 你要接你的手機 它才會有電 它才會供電 那這個手機呢 建議你找畫素比較高的手機 因為它主要是錄我們的畫面 也就是最後作品的呈現 所以畫質比較好 你的作品 當然畫質也會比較好囉 接下來呢 要來介紹這個 如何把伴奏放進去 伴奏要接在哪裡呢 來 我們看到左邊有一個鋼琴琴鍵的符號 伴奏就是接在它旁邊的這兩個洞 總共有兩個左右聲道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的伴奏存在另外一支手機 或者是MP3 那你就可以買一個線來接它 那Ruby今天呢 是使用我們的金賞卡拉OK半唱機 所以我一樣用一條線 連接我們的金賞卡拉OK 還有把我們的GoMister連接起來左右聲道 這樣伴奏就進來囉 好 伴奏進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 那我要怎麼聽到我的音樂呢 因為GoMister其實非常的小一台 它並沒有任何的喇叭 所以聰明的大家應該就會知道 電源線的旁邊這個小洞 就是拿來接你的耳機 就是拿來接你的耳機 接了之後呢 你就有耳機可以來做一個監聽的效果 你才聽得到伴奏 以及你薩格斯風的聲音 好 現在伴奏 電源 監聽都有了 我們接下來就是把我們的薩格斯風的聲音放進去 那要怎麼放呢 在我們的這一側 你有看到有一個麥克風 跟一個小吉他的符號 麥克風主要是給人一聲收音用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要錄你的唱歌 你就可以把你的麥克風 接在這個麥克風圖案的這個洞裡面 那我們今天是樂器 建議你接在我們右邊這個洞 那今天Ruby所使用的麥克風呢 是我們的ISOLO無線麥克風 所以我就把他的主機 主機在這裡 主機連接電源 然後他的旁邊有一條音源線 音源線 把它插進去 這樣子你薩格斯風的聲音就可以錄進去了 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的薩格斯風是有效果的 那你就必須要外接一台效果器 所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Ruby所使用的效果器是這一台 BOSS的V120 這個還蠻好用的 那要怎麼樣去接效果器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再把這個先拔出來 我們先把我們的ISOLO 我們先把它接到我們的效果器裡面 在這裡 接進去之後呢 再從我們的效果器 接一條線出來 這邊接一條線出來 再接到我們的GOMISER 這樣子呢 你的麥克風就會透過你的效果器 然後把你的聲音加的效果 再送到GOMISER裡面 這樣子呢 大概就完成囉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這一條線 接到我們的手機裡面 來錄製作品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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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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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